阿威要這樣弄 所以這也是我們國家的危機 其實我們只要能夠很誠實的面對問題 其實大部分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可是當我們不願意面對問題的時候 自以為擁有媒體 有網軍策異媒體就可以這樣幹 我覺得這是目前執政上最大的傲慢 不過昨天我有一次用另外一招 我問的題目他通通沒有回答 我問他說 你那個新北市政府事實上早就有空照圖了 你也知道在先得縮謊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仰岸 等到這個選舉最後一個禮拜才拿出來打 另外一個就是 你們就互相cover 其實我跟你講公民黨跟民進黨本來就是互相cover 你不要看他們在立法院打得兇 有一次人家說 問國民黨說 你們今天來立法院怎麼帶雨傘來 他說 因為今天民進黨要潑水 所以一定是事先都套好照 我今天要潑水你們就帶雨傘擋一下 還有一點 也是佛有一不敢回答的問題 我說 中共為什麼要替你做假民調 還要替你做最高的 為什麼他這麼喜歡你 要幫你募還 這實在太奇怪了 當然他不敢回答 我問他說 你其實明明連任以後就在跑總統選舉 這種大家都知道 你一開始就不要選連任就好了 你選連任又跑總統選舉 我問他這個人 他在講一大堆 他在新北市政績很好 他跟大家證明 新北市沒有他也可以運作良好 還是說他只要做一年 以後都不用再做了 所以我問他說 我們那個陳士仙議員 希望他要求那個請假紀錄 他們也不敢拿出來 所以 賴清德有回答的問題 只是都講錯 越講越糟糕 我有一比要聰明就通通不回答 因為通通不回答 一保證不會講錯 所以我的兩個競爭對手 一個是不認同中華民國 一個是中共支持的 不過他們有個共同點 遇到我的問題都很會閃 那個是昨天 那明天呢 明天 反正到13號 投票剩下沒幾天了 12天 到底我們對台灣的歷史 有一個什麼樣的看 我倒覺得 1月13號那個選舉 是一個台灣歷史方向的選舉 我們要回到過去那個藍地 這樣每天意識形態 泥到裡面 還是說我們要走上一個新政治新文化 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新政治文化 認真工作 有錯就改 還行改進 然後 在這個選舉當中 我們還是有一些東西要跟台灣社會講 我還是主張共同社會 我非常反對在這個國家裡面 自己製造分類對立 這個我非常反對 所以我們不管對陸配外配 對什麼的態度 觀眾朋友我們剛剛一起聽到 就是柯文哲 他打賴也批猴 說兩位的競爭對手 遇到他的提問都很會閃躲 包括侯友宜不敢回答 中共為何幫他做假民調 那麼其實今天一早 柯文哲也允諾 將會修改排黑條款 今晚柯文哲要在台東跨年 迎接明天的元旦曙光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